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视频呢就又是一支粉底测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粉底是YSL的超模粉底 这款粉底的外包装就是他们家很经典这种金色纸盒子 然后打开的话它这个粉底非常的重 瓶身是玻璃瓶 然后盖子是这种金色盖子 然后上面是他们家的logo 因为这款粉底我已经试了好多次了 所以平时有点脏 就是我在测评其他粉底的时候 我是中立的 就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但是这个粉底我觉得我内心深处 已经是对它有一点点负面的评价了 所以我就用了很久 就这样子的话比较中肯吧 超模的遮瑕力呢是medium coverage 就是一个中等遮瑕 涂一层的效果大概能达到个四成 但它是属于那种可以多次叠加 达到一个比较高遮瑕力的这样一款粉底 我现在的妆效是叠加了两层 明显的瑕疵是能遮住的 就能够达到六到七成这样子的遮瑕力 它的妆效的话打造的是那种光感肌的效果 但它光泽感不是非常的强 就是鉴于哑光和奶油肌之间的这样一个妆效 就是你能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是呈现出哑光的状态的 但是又有一点点的光泽感这样子的一个妆效 另外呢这款粉底还有22的防晒指数 虽然是一个非常低非常低的防晒指数 但如果你不在户外活动的话 日常使用其实也是够的 另外我看了一下这款粉底的包装 就是在斯福兰以及美国的圣罗兰官网 就是它的外包装的字整个都是黑色的 然后上面又显示说防晒指数是22 然后在天猫瓷剑垫上呢 它的这个所有的字都是金色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解释也是有防晒指数的 所以可能只是外包装不一样 但里面的东西可能是一样的 在价格上呢这款粉底的定价是54刀 30毫升 那一毫升的价格就是两刀不到 在非贵妇的粉底液里面算是价格比较偏高的粉底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回到上脸的过程 介绍一下我素颜时候的皮肤状态 我的肤质是属于混油瑕疵皮 主要的瑕疵问题是脸颊两边是有一些红血丝的 然后斑也是比较严重 然后还有一些痘印 这几天的皮肤状况比之前真的是好太多了 如果说想了解如何去痘的话 可以看我上一支视频 然后我痘痘的问题的话 就基本上没有继续再长出来痘痘了 但是就还剩一些痘印和疤 额头的地方 就是这一块痘印比较明显 下巴也是就是没有长出来的痘痘了 但是就痘印还挺多的 然后那就上脸吧 今天的上妆工具依然是 Artist八号粉底刷和Beauty Blender的美妆扮 它这个粉质有一点点流动性 但是流动性没有非常的强 然后涂抹开的话 目前的手感是挺细腻丝滑的 然后这个粉底的味道很好闻 就香香的 我感觉蓝蔻 最飘 感觉YSL的粉底的味道都是这种 有点淡淡的香味 还蛮好闻的 行了 来吧 现在是左边脸用刷子上了一层的效果 就大家可以稍微对比一下 涂了粉底和没有涂粉底的效果 妆效的话还蛮自然的 然后有一点点光泽感 然后遮瑕力的话没有很高 大概就四到五成这样的遮瑕力 然后均匀肤色效果还不错 就可以看到我这边就是不涂的话就很红 然后涂完以后脸是基本上是一个肤色很均匀的状态 初印象还不错 然后右边 右边脸美妆蛋也涂了一层 这个粉底的粉质是比较稀 其实它没有稀太多的粉 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右边脸的状态是感觉好像没有上多少粉底 然后还是就是刷子涂出来的遮瑕力要高一点 然后妆效果的话呢 当然就是美妆蛋涂出来的更自然一点 然后因为这个粉底比较薄 所以我就再叠加一层 那现在呢就是涂了两层的效果 首先用刷子和美妆蛋涂出来的效果对比 我觉得这个评分底还是蛮适合用美妆蛋涂然后多层叠加 这样出来妆效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那如果用刷子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就只涂一层 就不要追求那种叠加的遮瑕效果了 因为它涂两层的话蛮容易就粉堆在一起的 给大家看一下局部的状况 首先额头的话就是明显的一些瑕疵是没有被完全遮住的 然后脸颊以及脸颊两边就毛孔被遮得很好 就是皮肤看起来是非常细腻的 然后它均匀肤色的效果也非常的棒 就是我的肤色不均的这个问题被修饰的还不错 下巴也是就是感觉比较多的地方没有遮住 但整体看起来是比较平整的 然后整体妆效的话它确实是比较自然的 就是以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距离 是看不到脸上粉的存在的 除非你趴在镜子上可能能看出你是涂了粉的 然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有点奶油鸡的感觉 然后有一点点光泽感 但是这个光泽感其实不是非常的明显 遮瑕力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medium cover粉底 然后现在呈现出来的效果 因为我堆了两层大概能遮到就是撑死到七吧 因为我比较严重的斑还有额头的一些斗应 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遮住的 但是这个遮瑕程度你日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颜色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我选的色号是B10 我觉得YSL他们家的粉底的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颜色调的真的非常好看 就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专门为亚洲女孩两身打造的 我的肤色其实已经算是比较白的 但这个颜色呢它可以让我的肤色看起来更白 但是又白的非常的自然 远看的话就肤色比较好看 然后近看的话它又跟脖子没有太明显的差别 就非常完美的一个颜色 那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热门的颜色是B210 它是粉调里面的最白色 除非你是非常确定自己是冷白皮 那你可以试一下 不然的话我还是建议买B10 因为就是YSL他们家的粉底确实会氧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是手的状态 所以说呢就中调的颜色 然后在后期再氧化一下就可能刚好跟你的肤色是比较贴合的 然后B210的话就它本来就是一个偏粉的颜色 后期再氧化一下那就基本上就没戏了 那现在呢我就去完成妆容的其他部分 现在呢就完成了妆容的其他部分 我刚在化妆的时候我发现这块粉底它是比较黏的 就如果你日常使用的话肯定是要定妆的 虽然它比较黏 但是你在涂腮红的时候在这里涂了一点点的腮红 就粉底也不会出现结块或者是堆在一起这样子的情况 关于它适合的肤质的话 目前看起来的话混油皮用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现在呢是下午三点 持妆有三个多小时给大家反馈一下粉底在我脸上的变化 首先从整体看的话颜色有一点点的变黑了 就是没有那种刚涂上脸时就觉得肤色超级好看的感觉 有一点点的暗下来 但是也还行就还是一个很好看的状态 然后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各个区域的变化 首先是额头的区域 就还好 保持的还挺完整的 然后是鼻子以及鼻子两侧 可以看到这里出了一点点的油 但就还行 粉底还是挺完整的 然后脸颊两侧也是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然后下巴是当时没有遮住的痘印依然是在的 但整个下巴还是挺平整的 总体来说三个小时的妆效是还可以的 现在呢是下午的五点 持妆有五个多小时 氧化情况呢根据我的肉眼观察 我认为颜色是有点变暗了的 但是具体暗沉到了什么程度的话 在八个小时的时候会卸妆 然后再对比一下 然后局部的情况的话 首先额头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当然我的皮肤是有点出油了 但是粉底也没有明显的脱妆 遮瑕力的话它减弱其实不是很明显 然后鼻子以及鼻翼两侧 然后鼻子这里就是因为油皮 然后可能会往外冒油 就一颗一颗的小颗粒是能看到的 但是粉底倒也没有脱妆 就是能感受到皮肤不是非常的平整了 然后下巴的话就到还好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五个小时的状态 我也是还比较满意的 我觉得唯一一点缺点是 就皮肤变得不是很平整了 就是这块梯子区要冒油的地方 就可能皮肤已经冒油出来了 但是粉底虽然覆盖在上面 但是就是看起来不是很平整 就 这样子能看出来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持妆 刚好有八个小时 给大家最后反馈一下粉底 在我脸上的状况 因为出油了 所以还是有一点脱妆的 首先额头的区域 就是可以看到中间美心这里 是有明显的脱妆的 然后其他部分的话倒还好 它的遮瑕力整体没有太明显的减弱 然后这个粉底真的是一点都不控油 就是我踢去这里出油的状况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鼻头这里是有明显的脱妆的 然后以及脸颊两侧这里也是有一点点的脱妆 应该能看得到脸颊两边就没有出油的部分 保持的非常的完整 然后下巴也是 所以这款粉底的话还是比较适合于混干皮的 就是我这个混油皮虽然也能用 但是八个小时就出现脱妆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它的齿妆力不是非常的优秀 另外关于它的妆效的话 就一整天下来都是脸上有微微的带有一点光泽感 然后那现在呢 我就把这边脸的粉底给卸掉 然后再涂一层看下它的氧化情况 用美妆蛋吧 那现在呢 就是左边脸是新涂的粉底 右边脸是经过了一天八小时的状态 就颜色上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刚涂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是一种磁光肌的感觉 但是这边就明显的有暗沉 然后光泽感的话 就上出来的妆效的光泽感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边的话虽然也是有光泽感的 但是好像油光更多一点 那这就是这一整天的测评 然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款粉底 首先它适用的肤质呢 是更适合混干皮的 如果干皮要用的话 是一定要做好保湿工作 因为它刚上脸的状态 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干 就是那种有一点点的哑光的效果 混油的话其实也可以用 就搭配一个控油的妆前 以及做好定妆工作的话 它其实可能会比我今天测评 要维持更长的时间 如果你的肤质比较油的话 那就不要尝试了 遮瑕力上呢 它是一个medium coverage的粉底 就一层的妆效大概能达到个四成 但是它可以用美妆袋来多层叠加 达到一个大概六到七成的这样一个遮瑕力 最后呈现出来的遮瑕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妆效上呢 它呈现出来的是光感肌 就是置于亚光肌和奶油肌之间的 如果你比较喜欢有一点点光泽感的妆效的话 那这款粉底是非常适合你的 持妆力的话 如果它用在就是混油的这样一个肤质上 没有妆前以及定妆的话 它本身的持妆力不是很强 大概六到七个小时的时候 就已经是极限了 八个小时就不太可能 关于氧化情况的话 在手臂上失色的话 氧化真的非常的严重 但在脸上倒还好 但如果你是冲了它这个颜色买的话 那可能会就是在后面几个小时的持妆时间里 颜色的变化可能会让你失望 这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点赞评论并且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